機會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那麼第一部分的小節 我就想稍微總結一下 就是說在這邊 海外尤其美國這邊 做網上地圖的人 花八門有大學的 有新聞媒體的 有公司的 有非營利機構的等等等等 甚至就是個人愛好者都在做 大家都可以發布 然後用的軟件 包括商業軟件 比如說ArcGIS 或者是Tableau SafeGraph 也有開源軟件 好多這個象徵用志願者 什麼這些用的 正式的機構 往往用的都是商業軟件 包括這個圖呢 也不光是注重這個 確診人數死亡人數 它包括看很多方面 這個 這個 所謂封城啊 這個Social Distancing啊 這個到底能不能解封啊 什麼時候能解封啊 這個各種各樣的 這個題目啊 都在做 有這個形式上邊 有這個 有這個dashboard 和儀表盤這樣的 是吧 還有呢就是講故事的 這種 narrative 這種方式 但是有一點呢 我覺得呢 我看了半天啊 有點不滿意的呢 說實際上他們這些地圖啊 大部分 絕大部分的地圖 還只是這種斑塊啊 就是色斑 和這個 和這個點的這個 點的大小 就是圓圈的大小 來顯示它這個量的變化 還沒看到什麼其他的這種 做圖的 新影的這種方式 那麼另外呢 就是說圖斑呢 用把這個polygon啊 加深顏色來表示一個變量呢 實際上有很多這個 不周到的地方 如果大家修過這個制服學 肯定這個就不用我講了 對吧 這個所謂modifiable area unit problem 一個變量用在這個 不可比的這個 大小不等的這個 這個多邊形上邊 會引起很多這個 理解上的問題 當然還有就是說 你這個 投影系統用的合適啊 還是不合適啊 也會有這個 扭曲啊 等等這些方面 那麼 你做圖的人是專業的 不是專業的 有什麼容易演啊 看出來了 好 好 那麼這個呢 就我回覆呢 就先 就先 再到一個段落 下面呢 就由傅品德博士呢 來給大家演示一下 到底怎麼具體自己上手做這個圖 好 你可以 我應該會想要 按幾個 一分數